大家好 全世界使用中文的朋友们大家好啊 现在是2020年的10月27号周日啊 错 周二的上午的9点08分啊 川普总统又发推文了啊 我们给翻译过来啊 川普总统在外交上又获得胜利了啊 这个是祝贺亚美尼亚总理尼克尔帕辛扬和阿塞拜疆总统伊尔哈姆 阿利耶夫 他们刚刚同意从午夜开始遵守停火协议 许多生命将被挽救 我为我的团队感到自豪 因为我们完成了交易 交易 可以说是交易啊 任何政治上的协议都可以说是交易 都是彼此妥协啊 然后也照顾了自身的利益 也照顾了对方的利益 看看吧 我们拭目以待吧 因为前不久这个俄罗斯总统普京也斡旋了这个亚阿冲突 亚美尼亚阿塞拜疆冲突 结果双方啊 刚刚在莫斯科签协议 那个纸啊 纸上的墨还没干呢啊 墨即未干 当天夜里双方又打了 看看这次川普总统的实际效果怎么样 是吧 是他们给普京面子 给俄国面子 还是给川普面子 给美国面子 谁的面子更大 我估计双方也打不起了 另外可能他们更愿意尊重美国人吧 但愿如此 但是也不乐观 因为亚美尼亚阿塞拜疆这两个民族 围绕着领土的争端 围绕着民族的仇恨 包括宗教也不一样 一个是信仰上帝的 一个是信仰真主的 是吧 我们看看 希望别再打了 已经死了好几千人了 死了好几千人了 这个太惨了 看到了很多这种画面 那个无人机上面携带的导弹 直接发射 有的就直接发射到士兵 步兵的群里 这有几个士兵 在战壕里边直接就发射 那还不把人炸得稀烂 当然 其实那种的死法 应该也不痛苦 大概一两秒钟吧 这人就不存在了 还有你看空中的 这个无人机发射导弹 定点清除了很多的坦克装甲车 是吧 几秒钟 砰 那个炮塔就飞了 然后就熊熊大火 这个仇恨结得太深了 其实在我看来 还是应该尊重民族自觉 但是当年的苏联 这个苏共中央 俄罗斯人为主的苏共中央 就早就给下了药了 下了药了 慢性毒药 然后给下了毒了 是吧 这个为什么呢 他们不希望各个加盟共和国 尤其是非俄罗斯人的共和国 不希望他们团结起来 就得让他们彼此掐 所以给他们这个领土划分 就是不合理 就留着很多的悬念 让你仇恨 让你有朝一日仇杀 大家看看中亚国家 中亚那五个斯坦国的化界 有多么的荒谬 有多么的不合理 而且在很多共和国内部 设置了很多其他共和国的非地 而且比如说按照人口 塔吉克人的 乌兹别克人的 吉尔吉斯人的 哈萨克人的 他故意给你设置的非常不合理 这就是套 另外根据美国媒体报道 美国疾病控制中心CDC 显示医院把13万多因肺炎流感 心脏病死亡的人数 都算进新冠病毒的死亡 左派 就是民主党这边 夸大数字为 为了是反川普 另外医院可以多领补助 我听说是 死者的家属也能领到补助 好像是 一个死者是三万美金 如果减去这13万 美国实际死亡是8万 比例远低于英国法国意大利 甚至西班牙 这个我也听到一些华人朋友在美国的跟我聊天也说了 他们说到医院去看空空荡荡的 没有那么多死人 如果有那么多死人 那医院不是那状况 很多人他有基础病 然后呢 有的人死了 也不做什么的尸体解剖啊 这个医学的一些定论啊 都没有 就死了 死了之后就算成这个 医院能领点补助 据说 死者家属 一个死去的人 也能 家属能领到三万美金 大概就是这么个情况 也是民主党的那些州 民主党控制的 这些领域 故意的 给川普总统难看 给大家看看一个欢快的一个音乐啊 这个我们小的时候 有一个叫霹雳舞 是吧 叫break dance 有个电影 1988年吧 大概拍的 然后我那会刚从农村回来 刚从河北白洋店回北京 特别新鲜 那我那手套 霹雳手套 露着手指头 是吧 然后我也买了一双的手套 我记得那会我骑自营 车上下班 特别喜欢 当然人家有的人 我们的同事 练的霹雳舞 练的棒着的 那会有个词叫查舞 去查 跟人比武 比较 较劲 查舞 棒着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音乐 by bwd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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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bwd6